说回美国地图,美国西岸西边是太平洋 昨天说错了,多谢网友提醒 错当然要认 有些国家邪恶政权错了不认不止 还要将波,将责任推射到全世界 这叫武汉肺炎 经常说武汉肺炎究竟是否中共P4实验室 发放武汉病毒播到全世界 令到现在全世界有人死亡,有人受伤,有人感染 造成经济损失 等同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看到一样东西 看回不用说了 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中国不高兴 会严肃调查 会严肃调查什么呢 严肃调查之后亦不排除要中国赔钱 首先严肃调查 之前澳洲都说调查武汉肺炎 调查武汉肺炎 调查什么呢 调查究竟是否中国在武汉P4实验室 制造了这个病毒出来 山坡都全世界 这个调查 中共一定害怕 之前澳洲说调查 中共向澳洲施压 施压都是经济压力 如果澳洲调查 中共说会影响中国人的心情 不会买澳洲东西 所以调查来说 对这个邪恶政权很敏感 为什么呢 常常说三个字 身有事 常常看中共和香港的黑警 是不喜欢调查的 不喜欢被人调查的 如果你常说到不明白 说回你的黑警 如果你真的行得正站得正 怕什么被人调查 调查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不是只是调查警察 是调查整件事 包括示威者也好 整件事都调查 为什么警察一口拒绝呢 是很不明白 如果这个独立调查 可以还你警察一个公道 你又自己 不准调查 证明黑警 是多个正义警察 黑警是很怕调查的 所以不被人调查 讲到一件事 深圳来以北的 不用说了 邪恶政权 邪恶政权是最怕被人调查的 因为他不见得光 调查了之后不用说了 美国一早已经有些议员也好 有些州长也好 有些检察官也好 有些民间组织也好 都说要中国赔偿 现在特朗普开了声 都说要中国 要调查中国 要中国赔偿 要中国赔偿 损失 其他不用说了 金砖国家都是的 巴西都说 巴西印度都说 为会向中国 要中国赔偿 欧洲不用说 欧洲那些 都是一定跟风的 跟着跟着 收到风 很多地方都说 如果这样赔偿 一路要中共这样赔偿 事实上这个病毒 真是中共散播到全球 令到全球 现在灾难性 灾难性影响到 现在看回这件事了 看到了 这里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 这个律师团 都要 都要有 这个律师团底 都说要 中国追讨 要中国赔钱 赔开价是多少呢 两千亿美元 单位是美元 看回这件事 这个叫武漢肺炎 令到全球 造成全球损失 除了美国指责中国对这个 对这个疫情隐瞒 隐瞒 甚至真的这个武漢P 实实验失播毒 现在国际社会 都说要向北京追讨 这个叫做赔偿 那个星 日战争多 现在连尼日利亚 都说会 即是尼日利亚非洲国家 尼日利亚 除了尼日利亚之外 要中国赔偿之外 甚至说埃及 很多非洲国家 南非 肯尼亚都说会 调查 甚至阿塞比亚都说会 要中国赔偿 都要中国赔偿 赔偿损失 你看这个东西 等于八国联军 不是八国 是八国 一百百多个国家 联军 就是绞平中共 是吧 经常都说 以前清朝都说 做了这东西 百连各尺 中共经常都圈掩 百连各尺 现在看这东西 中共一样做这东西 是百连各尺 是吧 现在说 连尼日利亚都大举 叫你中共索尝 追索 一样东西 就是之前 港州 对这些 非洲 你说丐帮 驱赶 甚至要他们强制检疫 甚至将这个波 将这个毒 是这些非洲人散播 进来的 现在 非洲 就是这些丐帮 丐帮 就是丐帮等同 反你中共台咯 是吧 陆续有你 跟你说 对不对 这件事我之前都说过 我不是马后炮 如果有听开我这个 这个频道的 我曾经说过 他很早都说了 肯定很多国家 会向中共 就是要中共赔偿的 对不对 包括不要说香港 你听到 如果有些商人 商人 商家佬 听到 因为这个武漢肺炎 令到你经济损失了 你都一定要计算 和中共拿 是吧 理所当然的 这件事 光明正大这样做 对不对 那你再说回中共 中共 中共旁边的国家 北韩 说回甘仔 甘仔那些东西 甘仔在这里叫玄山别墅 这个位置之前 这个玄山别墅那里 有一些韩国传媒 就说拍到 又拍到 又拍到又说 甘仔呢 騎着白马 甚至拍到 拍到 有人在这里 即这个玄山别墅那里 有人 玩这个叫做 水上电单车 那样 种种很多 又放风出来 又说那些脱北者 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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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脱北者 那些 有些外交官又说 就是说这个金与正 就是金仔 如果金仔 真的死了 金与正 是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管治这个 就是没有可能 就是拿到的拳 是没有人给面子 说金与正 随时都要穿草走 是不是 因为你想想韩国 你看看 给不给一个女人 给你做事 没有可能 又说到 就是种种说法 又说 金正恩 又说肯定出了事 肯定做手术 现在起不回身 又说一样 另一种说法 就是说金正恩没事 都是这样说的 种种原因 你说这么多也好 总之金正恩 真的没有现身 知道他真的有问题 真的有问题 现在看回整个格局 如果金仔真的死了路陈 北韩 就没得打北韩牌 中共就没得转移视线 他唯有转移视线 你看回之前他转移视线 就找些什么 Emily零豪 又是围绕台湾 又是军机围绕台湾 无患肺炎那么严重 他就想转移视线 他将里面内爆 内压 转移出面 现在好了 真的转移视线 你转得好 现在真的在外面 外面西方世界围你 真的围绕你 要你赔钱 甚至现在连非洲国家 这些丐帮都和你反台 真的很好看了 所以你这个政权 你做错了东西 你认错 没有问题的 大家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但你做错了东西你不认错 还要把球射给别人 别人就生气了 真的生气了 你生气人的 你都知道后果是多严重的了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讲完